趣味探索去,在银河系一条长达数万光年的旋转壁上,漂浮着一颗名为J00230307的小型恒星。 表面上它是一颗普通的不再普通的流浪恒星。 但实际上,它是一颗古老的不再古的恒星。 古老到我们无法检测到,它又探存在。 这实在不合常理,以至于发现它的科学家团队称,该恒星不应该存在。 越是奇怪,就越是吸引着天文学家们,却探索和研究。 在经过一番深入研究后,天文学家们在J00230307恒星中,发现了一些特殊物质,大量的锂元素。 对于大多数恒星来说,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物质,因为这种物质,形成于宇宙大爆炸后的三亿年,即第一代恒星开始死亡的时候。 我们的宇宙来自138亿年前的一个基点大爆炸,大爆炸后立即形成中子、质子、电子、正电子、光子和中微子等原始物质。 接着氢元素被制造出来,氢气和氦气,以及少量的锂合P。 不久以后,第一代恒星创造了较重元素,当第一代恒星死后,恒星物质喷射到宇宙空间,然后被卷到新诞生恒星中。 所以有科学家认为,J00230307恒星上里元素,来自第一代恒星,它的年龄有可能只比宇宙小三亿岁。 在科学界,识别和研究恒星最常用的一种方法是光谱分析。 光谱分析能发现恒星的元素成分。 如果天体没有较重元素、金属元素,那么,我们将这类恒星称为贫金属恒星。 事实上,这类恒星是宇宙演化的一个重要标志。 而只含有锂元素的J00230307恒星金属度不到一千分之一,因此它也是最贫铁恒星之一。 一般来说,恒星内部会发生剧烈氢剧变,会产生250万摄氏度高温,隐藏恒星内部的锂元素将会被破坏,不过较大恒星可以在较冷外部环境中保留着锂。 不过较小恒星根本不会含有锂元素,而作为较小恒星的J00230307,却偏偏含有锂元素,这非常不合常理。 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天文学家David Obwalder说,J00230307,恒星近含有与大爆炸相关的原始锂,这非常令人惊讶。 这颗恒星到底发生了什么?目前没有科学家能给出一种合理解释。 所以发现它的科学家团队称,该恒星不应该存在。 更有趣的科学探索内容,请关注唯一,有趣探索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